你怎么有黑眼圈 我想买美股在熬夜盯盘做功课 不用啦 华南永昌证券付委托帮你做好了 独家编制美股趋势扫描周报 整合指标 选股 策略 三大核心要素 轻松掌握投资密码 好耶 快上华南永昌证券官网查询 本公司进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照字号为 110年金管证总字第0052号 投资交易具有一定风险 请自行评估本身资金及担负风险能力 墙中自由 墙中守 台北双子星 国门新巨县 首月 登场 集市登峰 坐享千亿开发 作用千平大进 26层刚股制震 云端顶级会所 26至50平 2550-2888 首月 盛德福建设 创一家 毛炎兽 为什么我的画像变成了干头 我可是陈于落雁的王昭君啊 台北势力国乐团与全民大剧团 跨界打造音乐剧 大话昭君 关落雁 1月6号到8号台北中山堂 看黄大伟 孙协志 方又欣 如何演绎朝金和亲 购票请洽两厅院OpenTix 以上广告由台北势力国乐团提供 累积财富好比重数 需要时间与耐心 股神巴菲特也是从小钱开始 慢慢滚出大财富 荣获21座大奖的统一大满贯基金 让你定期定额投资优质台股基金 长期累积财富 零手续费优惠中 快搜寻统一大满贯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潜意详阅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花 其实支持我最大主持节目动力 就是我们有一群非常可爱的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 每天都会在准时 对我们表达支持之意 像Joseph像Windy 很多人就是默默的 就是不断的 不管是在台湾 或者在纽西兰在国外 都会准时的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指教 跟我们节目的回馈 是让我觉得在组织这个工作上面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朋友每天 就像认识很久一样 大家都可以在空中见面 这样子 就像我们主持节目参加演讲 认识了杜金龙杜大哥 然后呢 我也把杜大哥请来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常在外面行走 我遇到一些 我觉得我会敬佩的 然后我也觉得 我觉得他们很好 我都会请来我们的节目 当特别来宾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更多的资讯 更多的方向 那当然我们要讲一句 就是说这些也都是参考 给大家参考 那每一个人心中有一巴尺 我们对于行情 对于自己的财富 其实还是要有自己的主张 跟我们自己的目标 跟看法 那各方的讯息 要多接收 我觉得没有坏处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整理 消化 跟我们怎么样 再把它融会贯通 跟采取自己的一个想法 策略去印证 好 那我们看到今年美股 是创08年来最大的跌势 那连苹果的股价 都跌到了去年6月来的低点 等于说苹果最新一个交易 也破底了 这个苹果股价跌破 130块美金一股 这是一个关键的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股价的位置 那苹果今年的市值 也只剩下两兆了 我们都知道苹果市值 最高的时候超过三兆 等于说缩水一兆 那特斯拉的市值 增发了这个 7000多亿美金 所以这两档股票 加起来就1700亿市值不见 所以我之前有跟听众们 有报告 FAMG加特斯拉 这六家公司的市值 今年减损超过五兆美金 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惊人的数字 那这样的一个资产的缩水 整个金融市场的收缩 其实呢 就是一个空头熊市的一个走势 那我想这个杜大哥 其实呢早在今年初 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说 熊市的一个结构 不能轻忽他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岁末年中 我们再请到杜金融杜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来谈一谈 明年的行情 因为今年都已经快过完了 今年大概就跌22% 23% 大概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跌4000点 那明年行情会怎么发展 杜大哥你好 木华兄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今天 最后第二天了 明天过完 今年预测 大概就概观稳定了 所以 今年 开高走低嘛 尾盘 拉上来 那现在在万四 大概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 今年刚才木华兄有讲 跌23%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想说 这个跌23% 到底是怎么 所以我 在 有限这个资料 给大家 大概那个 字比较小 但大家可以 看一下 大概 讲一下 就是说 61年来 跌20% 以上的跌幅 你看到 总共有10次 其中 其中有两次 后面 第11 第12 都是跌19% 那我们如果 按照 今天来讲 是大概跌22.3 69左右 就大概 刚才 木华兄讲 是排名 第9 第8名 那这个是我们 那最差的话 就是民国63年 跌60几% 还有后面的54人 跌54% 民国79人 是跌45% 63年是什么事件 实信吗 还是什么事件 不是 那个是 石油危机 1974年 1974年 四人的石油危机 我们不是有两次 石油危机 对对 那那个54人 是国际唐价大跌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这是我把它模拟出来 那像民国79年 大家就比较知道嘛 就是跌了1万点 那民国89年也是啦 是大概 那几次跌40几%以后 后面的几次 大概都最多跌20% 你们看到 26 23的 那像这一次22的 也有 那唯一比较好处的话 跟大家想一下 据说我们 连续两年都互的 61年来只有一次 民国70年跌1点多% 民国71年跌19% 那我们今年已经跌22% 所以民年 要再大跌机率 可能比较少一点 没有这么连续两年 台湾政见史只有一次 连续 60年来才一次而已 一次 就是70年 民国70年跟71年 70年的话跌1点多嘛 那71年跌19% 就像我们今年一样 可是他前面 就是一大一小 一小一大嘛 那我们今年跌22%了嘛 那民年可能会跌比较小 那我们明年2月论2月嘛 我选择没事 我就去翻 台湾60年来论2月有多少 只有2004年 民国93年 我们是论2月 论2月那一年是涨4.23 4.23 所以60年来才一次论2月 就没有 他隔20几年嘛 像是那个民国94年的话 有没有 我们明年论2月嘛 那2004年就是民国93年 那一年也论2月 那一年股市是涨4.23 论2月涨4%多 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两个统计资料来讲 明年股市可能小涨小跌的机率比较高 不会像今年一路跌了6000点 跌了6000点 那另外的4000点 我们可能明年上下 这一只兔子就上下来回震荡以盘待跌 它虽然是主跌段 可是我们出跌段跌了6000嘛 现在在做VIPO反弹 涨了2523点 那是不是这边结束 我们还有一些机会 因为你现在 今天虽然跌破季线 可是拉104点下引线 那这个季线的话 我们现在向上走扬 所以大家去看 如果说这边不好讲 大家去看你的日K线 日K线的话 我们记得7月12号 国安基金进场的点数是多少 14000左右 13928 所以今天盘中为什么要13981 要护注他进场的位置 这一条就是我X线 我虽然13928跌到12628 629 我已经很没有面子了 我现在代理财政部长 我联系昨天跟今天 都是在台影 搭台积电联华科 我要守住我这一条季线 因为我们季线的话是上扬 是一个支撑 另外一讲话 你从12629涨到15152 涨了2523的 回档0.5的位置 是1389 也是我们这个回档一半的位置 刚好季线的位置 对 也是季线的位置 因为不然来讲 我们说这个回档 有没有结束 很简单 强势是0.38 中性是0.5的位置 就是现在 如果说你弱势 得到0.618 我们就说 你这个离婆反弹结束了 大概以这个为止 所以他现在 剩下明天一天 1月3号来 量就会增加了 因为我们12月26号 出现了1135亿的 这个最大量 很多第四台 一直在问说 这个什么叫凹冬量 什么叫做自息量 我们在 孟娃兄这个节目 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谓凹冬量 就是说 7800亿 5000亿 3000亿 5000亿 中间 现行上就会有一个凹冬 这个叫凹冬量 因为现行上经常会看到 那自息量不一样 自息量是最大量 到五日最大量到最小量 那我们去人的7月15号 五日最大量是5616亿 那你说到 我们的终极回长 说到20% 就是1232亿 那我们那一天是1135亿 所以这个就是自息量 那自息量的话 你波段应该会有一个反弹 那这个是终极回长 如果说以前我们的统计资料 万一是崩盘的话 你那个自息量要收到8% 那就不得了 更低嘛 所以我们在12月26号 大家记得 那一天叫做自息量 因为它是五六天的一个 那个小量 像今天也是1400多亿 这个才叫做自息量 所以大家记得分合心的凹动量 自息量两个的一个差别 那这样的话 过完明天 1月3号晚又量就会恢复了嘛 因为12月26号 就是今年最低量 所以我认为 大概这条X线 目前还有一线机外 看能不能在明年的1月17号 要看我们家软哥哥了 对啊 软心华软哥哥 他做得好 他也说 他可能有看过我们那个神秘的比例 就是 有了他都在听你节目的 他每天锁定你YT在看 所以他他就说要互盘二十两年嘛 因为先得六个月加加两年 二十四个月就三十个月 那互两年就是要互到后年总统选举 新总统就任嘛 所以他一定要说2024年的七月份嘛 大概是这样 是要把这个赖总统扶上教嘛 反正是每个总 看新总统他一定要要要要互他嘛 我觉得是他 哈哈哈 好 这个刚杜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季线不能破 这个13900点这边 是季线也是这个官金进场的 这个X线的绑线 对 所以这是 双底 绝对不能破 这破下去就难看了 所以那还剩下一天 我想我的阮哥哥一定会把他守住 应该是 因为你看那台积电那种模式 联系到两天 OK好 不过今天台积电跌5块 连巴哥跌9块 看起来也是有点乏力 他已经很吃力了 所以说明天再怎么样 我们也要把这个季线守住 再怎么样也要把这个国安基金进场 那个低点给守住 不然的话 事情就大掉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存骨族必备 009 你看这个比较乐观的话 就是头肩底 有没有 昨底在13928 国安基金进场 那10月25号12629是底部 那今天就是右肩 13918 但问题是元月有行情吗 以前因为你以前11月12月元月份 今年11月17号就封关 对 他元月11月份涨14% 12月份以前都是涨的机率75% 那今年现在跌了5% 因为你11月跌了14% 吐了5%你还有7% 那这5%最主要是台积电 对 那所以你11月1号一直跌 跌了大概5%左右 那元旦17天而已 那理论上你如果1月3号回来的话 因为有一个新的会计年度 那今年赔23% 22% 23% 大家已经认了嘛 因为你拉不上来就把它打低 打低今年假设说万事这边收盘嘛 那你明年相对你是一个整理盘的话 你元月有可能他就拉的弧度不会那么长 因为他长假期17天的 其实长假期就是现在12月在反应长假期的利控 对啊 其实基本上元月应该就是不要中错就好了 对对 大概就是一个 没有他这个月已经在反应我们元月份 你的工作天数少嘛 对啊 晚以后提前反应 大概是这一个嘛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月就很莫名其妙 从12月1份 天天跌跌到今天收最低嘛 对大概 然后大家看到有人很臭残耶 他说希望看得到崩盘 谁说的 有啦 股票市场有 股票市场崩盘的时候 那对杨广君说 没有啊 股票崩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条件啦 你的图形是高高在上 你出天量 有没有 很少说自席量的话 我们最怕的话是缓慢性盘跌 缓慢性盘跌是你不知道 每天跌一点跌一点 往右经过一点以后 哦怎么跌那么多 这是 好我们回现场哦 全世界 哦哦哦哦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 98 8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常讲说 我们杜大哥 杜金荣 杜老师 是这个股市大宝典 反正台股60几年来 你就要问杜大哥 这个统计数据 杜大哥没有不知道 我敢讲台股 大概没有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 会比你更清楚 那个股市到底每一年是怎么样 你去考那些证交所的董事长 他大概还讲不出来 刚刚多大哥讲 台股这个六十多年来 已经超过一甲子的时间 到底有没有连跌两年 今年已经跌定了 大概22% 23% 看明天能不能守住万事 我觉得财政部应该会立守万事 那明年会不会再跌 如果明年再跌就连跌两年 过去六十几年来只有一次 就是民国七十年跟民国七十一年 连跌两年之外就没有了 如果明年再跌第二年的话 就是再创了一个纪录了 就是说七十年来 再七十年来 那我们回到美股 美股今年也跌定了 我也去查了资料 标准普尔500指数 到底有没有连跌两年 那从1928年就100年来 标普也就四次 曾经出现过连续跌两年 那哪四次呢 就1930年代那个经济大萧条 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还有呢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 1970年代那个石油危机的时候 另外呢 就是2000年 这个科技泡沫的时候 那时候2000年 它是跌到2003年 它是连跌三年 所以也就四次 所以明年标普还会再跌呢 那就要又创纪录了 所以刚刚杜大哥这个讲台股 我就跟大家补充一下美股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明年再继续大跌的几率 应该不大吧 杜大哥 就是说我们不是跌的话 就是最多跌19% 第二年就1%左右嘛 所以我们认为 明年可能小涨小跌 错盘啦 就是说你如果开盘 完以后拉上去后 打下来一个低档 完以后 因为明年4Q选总统嘛 一般选总统 六次里面平均 大概有20%的一个 拉伸 拉伸 所以你看到各家 投顾投信 估计明年 很乐观的人 来说 那个Nike的那一种 有没有 因为他们都认为 4Q选总统嘛 那以前 理论上 我们选总统都会有行情 平均20% 所以4Q有 你现在我们条库准 大概都是1Q2Q嘛 那股票市场 它是这样啦 它我们的股市周期循环 跟景气对这个周期循环 它两个有一个不一样 因为台湾60年来 股市周期循环 它大概平均 从低到高到低 大概两个加起来 大概89个 或104个 那它多头 大概占三分之二的时间 空头占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回来另外一个 周期循环 叫景气对这个新浪的循环 因为我们上次不是公布 第一个蓝灯嘛 12分嘛 那一般来讲 台湾底部的话 蓝灯大概是9蓝到15蓝 所以你第一次 第一次蟑螂出来的话 以后还有一块 那明年大概景气就比较低 小强打不完 对对对 晚上如果睡不着 所以来打小强 那景气对这个新浪的 它周期是53个月 那扩张期四分之三 收收期四分之一嘛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 我们股票市场 今年10月25号出现 12629的低档嘛 这边是不是低档 理论上看起来 那个国安基金秘书长说 还有两年嘛 现在是代理部长 代理部长 搞不好这一次 一月几号就升部长 不一定啦 因为一般来讲部长 有时候很多人都会 基金的执行秘书长升 那个不知道啦 那晚以后 我们这个周期寻晚就说 我们景气对这下 在佐证你这个股票市场 大概还要盘一阵子 所以我们明年是看说 这个兔人就是 相信整理的一个兔人 大家好好的低买高卖 都听那个木啊兄的节目 就来回做 常常请杜大哥来 因为他有四千点 我为什么讲四千点 因为我们12682 崩盘不是一万点嘛 跌十个月嘛 那六千七年 今年跌过了嘛 四千流到明年做盘整 所以像昨天那个 国泰投信的那个 陈淑温有没有 我认识的那个执行长 他不是说股市利空 已经返运三分之二嘛 还有三分之一 大概大家的观念差不多 就说我们这六千点 应该跌了出生段 那你现在做VPO反弹 在明年有组跌段 以前的组跌段 应该是要六千 可是因为你今年跌了六千了嘛 所以我们组跌段把它抓 有可能四千到六千 假设说你反弹到一万五千 一五一五都或是一万六 你再抓一个五千 或是四千 有没有 那就是万一耶 就是一二一一二一九七这附近 这样做一个箱形整理 那这个箱形整理就不会像今年这么难过 因为今年是一路跌嘛 一路跌的话 你大概什么时候都是买都死嘛 那你在这个十月二十六号 这个低档你才会有一个赚钱的机会 可是这空头市场的话反弹都很快 你看一下子就涨了两千五百二十三点 那现在慢慢的跟你奴隶 每天跌跌跌 吐了一半出去了嘛 所以明年 一股可能就是一个 这一只兔子就是 来回做 来回做 那你只要掌握 这个波段的话 理论上啊 做两次 做三次 你还是会赚一些钱 这明年这个第三季钱 刚杜大哥也讲清楚 第四季有总统大选行情 过去六次总统大选 平均大概都涨二十趴 对对对 所以总统大选 七次 不好意思 七次 好那所以呢 在总统大选就是第四季会发动 对对对 所以第三季有低点的话 就是一个布局好时间 但是第三季钱我们就做波段 对对对 那个大跌的时候呢 这个你就要站在买方嘛 那个上去你也不要觉得 他又会又会创高了 像这一次来到一万五千点以上 你就要懂得卖嘛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波段操作 在三季度以前 你就能才有这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杜达哥刚刚也把明年的 这个行情讲清楚 如果说呢 阻碟段 C波的一个修正 就是明年的一个时间波加空间的修正呢 可能四千点到六千点 如果是四千点的话 大概就万一 这个 一二一九七 一二一九七啦 一二一九七就是比今年的 一二六二九稍微再破一点 一点点 再多破一点啦 那如果说是六千点的话 那就更低了嘛 对对对 那个就更更可怕了 就就比较低了啦 可是我们目前认为 今年因为跌了六千嘛 所以明年 这个阻碟段 我们就用空间 换起时间 对啦 如果一波浪理论来讲 阻碟段应该 幅度要比较大嘛 如果说你今年反弹到万七 当然你扣一六千的话 就一万一 跟今年差不多嘛 那杜亚哥我记得 之前我请你来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也谈到的是说 您认为这个C波修正 一直会延续到 就是2024年的第一季 现在这个看法有没有改变 总统大选前拉上去 拉个二十趴上去 后面是不是还有最后一波的修正呢 对 就是说我们 明年九月叫做C波嘛 明年四Q叫低波 反弹上来大家 很多人现在估设四Q位高嘛 另外有一个回马腔 到后年2024年的二月份 那这样总共二十六个月 我们那个执行秘书长 他是修正六十个 三十个月 比我还悲观 两年 因为他两年嘛 加前面六个月 不是三十个月嘛 那我在这个节目一直在讲说 二十六个月是我老婆发现的嘛 有没有掌十三年乘以二 修正二十六个月嘛 所以这个尾段 可是一般来讲我们的末跌段 台股都有一个特征 他都会收腿 OK 你的初跌段虽然六千 初跌段以前有六千嘛 有更少 可是末跌段大家认为 已经快要走空头结束了 而且你已经跌了二十六个月嘛 他还没有到 他就自然会收腿 那一般来讲 我们估了 时间线位置就是一一二八七 那是2024年的二月份 这个一波的低点是在哈北 大概我们是认为 这边二十六个月是五波段的修正 大概是这个 所以市场有一派比较悲观的看法 认为说台股会破万点 甚至到八千 这个是我听到比较悲观的 我听最悲观就是有一个人说 会回到八五二三 就是回到起障点 八五二三 就是你涨了一万点嘛 你短短两年多嘛 你两年半就把回到 这个是我听过最悲观的 这就是那一派说法 就是回到八千 就是这一派说法 那那个杜拉哥你认同吗 没有我认同 信息上如果要的话 有一个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九三一九 这个是我们拉上来以后 他的一个非常重要 那时候不是 四年前选举的话 不是得六百点 得到九千四 后来拉上来 砍到九三一九 这个就跟四年前 这个很奇怪的东西 四年前那边大跌 民进党大败 今年是一样 十月是一样 跌六百点 今年又大败 这个历史会反复重复的 九三一九才是现行上 可是我目前不持这个看法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本益比是 十点多倍 大概是 历史一定会重复了 因为我们都不断 应该是 交通安全一定强 但这个已经是 经理解释 16年前 我们已经先做出 公司的选择 也得到 第一次 久远 开始 我们会 越来越来越来越迫 小船 感谢观看